好 欢迎回来 李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很开心 算是老朋友了 他很快再出版了第二本的一个著作了 我想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对他并不陌生了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婚姻里不能说的故事 我们把它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可以同步的看到 先换一下我们金钟奖的最佳女配奖 她是专业的表演艺术老师 范瑞君 范老师好 云芬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范瑞君 前不久才知道说你出了那本书 我们访问过就教人家怎么表演 对 表演的魔法 对 很快你又出了这一本那个创作小说 对 我觉得很了不起 真的 因为写小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还蛮专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机缘跟缘分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自己因为演了很多的角色跟戏剧 然后呢 就是自己也在婚姻里面 然后就在婚姻里面就感受到一些其实很有趣 我觉得婚姻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身边也因为同温层的关系 就是看过很多就是稀奇古怪 各式各样的婚姻状态 然后脑海中就一直浮现的 自己很想说这些故事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既然想要说那就不如就把它说出来 所以就在这篇故事里面就分享了六篇的短篇小说 有些人可能搞不清楚 还以为我是自己在讲自己婚姻里面那些不能说的故事 我说不是不是 他不是 因为首先我也不是婚姻资商师 然后我也不是什么婚姻专家 所以就是一个纯创作的东西 对 为了要避免大家就是让你对号入座 所以你待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真实的婚姻生活 我们现在想一想 就是要创作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你平常就有在收集 然后听了也有一些 对不对 然后自己也有演过 那你每次写的时候就会先把它记下来吗 你是这样的一个创作模式吗 我觉得就是当然 这可能是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 我不晓得每个创作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趣 就是说当然我平常的时候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就是小本本 那其实现在的小本本 我都已经用手机了啦 那你就会一直把一些小东西 小想法就记起来记起来记起来 然后其实我第一篇写的时候呢 是在疫情的期间 就是疫情的期间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突然间想要做创作 所以我就想要写小说 所以我就那时候创作了第一篇 也就是现在收在里面 一篇叫做透明 那那个时候不叫透明 就是她的前身就对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写了一篇 po在脸书上面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想要讨论跟女人有关的话题 那当然可能跟自己年纪也到了 因为我觉得女人有的时候就这样 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忙着谈恋爱 然后呢三十几岁 就以台湾来讲三十几岁进入婚姻嘛 有些人稍微更早一点点 然后你经历过婚姻 然后接下来又会有某个自我成长的阶段 你会有时候停下来 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所选择的婚姻 或者是生活方式 你就会对于婚姻这件事情 其实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或者是对自己有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做了这个创作 所以那个时候当就是我跟时报出版 就是除了聊表演书 然后我就说 我还想做这个短篇小说的 这个创作的时候 其实时报并没有限制我说 你一定要写跟婚姻有关或干嘛的 他就觉得说没关系 那你就去提出你的想法创作看看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打开我的小本分 很尊重你这个作者 对对对 你只有大牌作者的风范了 当然不是 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一个就是你知道 就空档 对 然后呢 那个很有趣哦 就是你打开小本分 在心里想说 那我现在要来写什么东西呢 诶 我跟你讲哦 那个当课 就是每一刻 那个你想要打的东西的时候 他当课浮现出来的 诶 就是那个女人的故事 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个女人 一直在跟你招手说 来来来 说我的故事 我有话想说 然后我不知不觉的呢 就谢谢 谢谢 然后 然后一直到写完第六个女人的时候 我该怎么说那种感觉 就是我的心突然间安静下来了 就是当你打开小本分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那些女人在张牙舞爪的 因为你把她写出来了 对 就是好像目前为止 就是那些很急迫的 想要被人家看到她的故事 或者想要说出她的话 的那些女人就突然间安静了下来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那个 就是跟我的编辑讲说 那怎么样 我就很忠实的 就是写出这六个 因为我觉得要再多也可以 就是是不是八个 可是那个感觉上就有点是 勉强 就是勉强找了一个人说 怎么样 你要不要把你的故事说出来 而不是有那么急迫性 那我觉得创作其实它 内在要有一个很急迫 想要说什么东西 想要分享什么东西的感觉 我不晓得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种 就是短篇小说菜鸟的一种感觉 那可能对很多专业的人来讲 会觉得说 这哪有什么急迫不急迫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线上的 可以很规律的在做创作 因为可能 大家对你的认识 可能有透过你 可能演过的一些剧 可能也因为认识你了 然后看过你的演出了 然后再看到你的表演 再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会有一种投入的感觉 或许很多女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无奈感 对 婚姻当中的确充满了无奈 我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讲 就是说在婚姻当中 你有几次想到 就是想要离婚 或想要怎样 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回我说 他结婚第一年就想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结婚的时候 我还觉得 自己怎么这么相爱 然后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你还年轻 当你结婚够久了以后 你每天都想离婚 你知道吗 后来我发现 对 只要时间够久 你真的每天都会想到 那我们想好奇的问你 你演过很多的角色 也许演过贤妻 也演过小三 可能或者欺负什么样的 哪一种角色是你觉得最难演的 好 我应该想说 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 因为这个可能也是 大家比较有机会看到的一个舞台剧 就是暗恋桃花源 他已经演了三十几年的一个经典的名作了 那像我在里面扮演的就是 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 就是江冰柳跟云之凡 浪漫的爱情故事 他们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段青春的岁月 然后互许终生 可是那个年代其实很保守的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 然后因为战乱的关系 两个人就联络不上了 等再见面的时候呢 男的已经生病 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 有有有 我看过好几次 不同人演出的 好 欢迎欢迎李财 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金钟奖的 最佳女配角 我那也很高兴的 就是我记得你来的时候 我跟她说你一定拿奖的 就我们 拷宁金口 没有 就我们全部的听众朋友都很开心 就大家真的很喜欢你 然后你自己又在教书 然后又出版教人家怎么表演 然后这一次这本书 我也很想分享给所有的听众跟女性朋友 然后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你去 我觉得不用映照到里面的角色 可是去看看那个婚姻当中的 有多少的委屈跟无奈 你的日子会好过一点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跟你一样 对 对对对 那而且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moment 对 我相信随便就是像我身边 很多朋友看过以后 他们就是讲说 就是他们懂 就是说的确就是生活当中 就是会有那个moment 那也许那个moment过了以后 你转身 你还是笑得出来 你还是可以继续往下走 那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说 有一些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是知识分子了 大家都已经读过书或干嘛 跟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 当你有一些自己在自己内耗的时候 你自己都可以口才很好的 说服自己 你知道吗 你都觉得好像这些东西 没什么好跟别人抱怨的 我只是想说 就是其实很多的女人 在婚姻当中都有那个moment 他们都懂你 那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你在暗恋桃花园当中 你演的哪一个角色 那我刚刚讲的是 就是说 那个故事就是江冰柳跟云志凡 40年以后又再相遇了 那大家都非常的感动 那当然大家 当然最主要的都是看到 就是说 哇相隔40年 还如此的重逢相爱 然后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江冰柳有一个在台湾娶的老婆 然后也跟着她40几年 那个人才是真正的 就是跟她采米油盐的人 那我一直觉得这个 我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我都心疼我自己 我是演江太太这个角色 就是说 你如果说不爱了 就是说大家只是一起生活也就算了 但我认为江太太是爱江冰柳的 因为她爱她的才气 跟她某种 她不能理解的生活方式 然后他们在一辈子 就是互相磨合 那个采米油盐 其实都没有真正的磨合到 非常的完美 因为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对一个人有爱 求爱而不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 然后你想想看这个男人 心中永远有他的白月光 对 然后那个是你 就是一辈子你 就好像一个鬼魅一样 对对对 然后你求而不得 对因为你就觉得你看得到 对不对 对 但你的男人却看不到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真的也是 你说她很难演 我觉得她很难演 而且也非常的有意思 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演过这样子 所以在你的创作片当中 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面 对对对 那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以正宫来讲的话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是一个哪一个类型的这个老婆 因为我们有调查过你 正宫 你狮子座 你跟费荣一样都是狮子座 我不晓得 我从小很多人都讲说 狮子座就是非常的霸道 强悍或者是独立 对 你会河东狮吼吗 我觉得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认识的狮子座 都不是这一款的女生 对 应该不要告诉你是一只小猫咪 我们是 我们好像平常没什么机会 演什么河东狮吼这件事情 可是我看新闻报道 你真幸福无疆 你跟老公幸福无疆 也没有好不好 结婚15年 从来没有想过离婚的念头 也没有吵过架 有啦 没有吵架的原因是因为 我先生他只是安静 他不会用吵架的方法 他一定是用安静的方法 安静 那就大家安静 所以就没什么好吵架 那你说有没有想过离婚的念头 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方面还挺务实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当然不能理解 我小的时候比如说听过有一些妈妈就说 他之所以一辈子跟他的老公吵吵闹闹 没办法离婚 就是因为为了孩子 然后我们心里面都会想说 这什么理由啊 什么烂理由 没有快乐的父母 怎么可能会有快乐的小孩 可是当你自己真的迈入婚姻 你有了法律的约束 你有了小孩以后 我相信很多的妈妈在婚姻里面 你就知道你那个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 当婚姻他牵扯到法律的问题 财产的问题 就是小孩抚养权的问题 那其实那个事情是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你是一个很理智的那个狮子吗 我是感性的 那你是你爱老公多一点呢 还是老公爱你多一点 我爱他多一点 所以我会比较让他一些 我自己觉得啦 但是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自己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恋爱关系 跟婚姻关系都存在自己的想象里面 是 就是说那都不是真的 然后也不趋近于事实 我曾经听过就是说 比如说你听一个老婆讲的婚姻状况 跟同样听他老公 如果你两个同时认识的话 完全不一样啊 对 所以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你懂我意思吗 我非常懂 对 所以比如说 我觉得我现在在节目里面说 我觉得我比较爱我的老公 所以我比较让他一点点 就你老公可能跟他的哥们讲说 都是我在让那位范老师的 是不是 因为他这个变才无碍 又会写文章 改天把我参得写了一本 我怎么做人呢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我们只能说 我凭良心讲自己觉得 可是那个很有趣 那是你自己觉得 对 那别人也许在用他的方法 在面对这个婚姻 跟面对这个方法 或者在爱你 可是只是你有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对我们表演来讲很重要 这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 也是跟表演有关系 因为我们表演一直在讲 沟通这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们表演 就是看了剧本 我们必须诠释出这个情感 然后最终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把这个情感完整的传达给观众 这才是一个好的表演 而不是演员很自逆的觉得说 我内在已经充满了这个情感 我表现得非常的丰沛 可是你没有正确的管道 传达到你的观众的心中 那就是一个失败的表演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很多状况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回归到自己 你有的时候只想到自己 然后你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像我自己写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现在女性 有时候都太理性了 有的时候还是要听听 自己内在的声音 也许那个东西没有趋近于事实 可是那却是你真实的感受 而那些感受的确影响了你的生活 跟你的情感 你的确内好 你说你可以说 我感受到的那个伤心是假的吗 不是吗 很真实啊 因为是你在经历啊 是啊 可是它不见得是对方给你的 但你要怎么过去呢 这个很重要 怎么过去 怎么let it go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金钟奖的最佳女配角 也是专业的表演艺术老师 现在是作家了 已经出版了两本书 范瑞君了 她的短片创作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在广告时间 我也跟范老师在聊 我说其实有很多的戏剧啊 舞台剧也好 戏剧电影也好 还有是书籍啊 其实是婚姻的救赎 你知道吗 没错 因为所有的那种恋爱情节 或者是那种 那个粉红泡泡 你又看看剧你就好了啦 现实生活不可能啦 你也不用这样的要求啦 没错 所以我才跟常常 跟很多的男性朋友说 如果你的老婆在看韩剧啊 或者是录剧啊 然后她笑咪咪的 你千万不要打扰她 对对对 对 因为她就是在她自己的那个爱情粉红泡泡里面 她在那个戏里面得到了某些爱情的满足 她就不会来烦你了 是 对 真的 对 那你说那个满足是假的吗 没有耶 那个感觉是非常的真实的 甜滋滋的 对 我远做梦都会笑的 是啊 与其她不断的在就是烦你说 希望你可以给她那些东西 然后你又给不出来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增加很多的分争跟分乱 真的 所以我每几个月都会换成别人的太太 是 那我有看到 其实你在创作当中也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看到别人 都觉得别人的老公好啊 就像可能很多老公也觉得别人的老婆好啊 那如果那个换成是你老公呢 你要吗 你可能也不要啊 是啊 以前我们有几个闺蜜嘛 那我们常常抱怨老公 我们说啊 不会你老公还好 她说来换 没有一个人要换耶 好可怕 对啊 我就说 其实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工作干嘛 也会遇到那种就是说 啊 她的老公或男朋友啊 就很体贴 就是那种工作到很晚还会在那边等她 而且就非常的有耐心 因为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 说是说十点下班 可是有时候工作一下 就是有时候就时间会超过了 然后又超级有耐心 也不会抱怨 你就觉得这样老公很好耶 可是说真的 你这种羡慕 你这种羡慕好像也没什么好羡慕的 你想想如果是你 你要吗 那老是闲着没事做 然后 就是 好 感觉上你也不太适合 可以跟朋友说 去吃个什么东西 或多聊一下 你赶着要走干嘛的 那你好像觉得说 这样的老公 真的换到是你身边 你也不会想要 就是 但这些东西 可能我们都有 这些想法或幻想过 就像我书里面 其实就有一篇讲说 别人的老公 总是不会让你失望 对 然后他就在故事里面 他就是 因为一些 因为其实这本书 其实非常的狂想 所以他就在里面 就突然之间 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 跟他对他自己的先生不满 可是后来他就换了几个 他曾经 他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么意识到说 他真的有想要 他当他自己的老公吗 结果没想到都成真了 可是成真了之后呢 就好像都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 我想讲的就是 其实婚姻的本质 本来就是非常的不符合人性的 而且老实说 一夫一妻制 你说真的实行到现在 也没有多长的时间 我们大家都还是白老鼠 然后到底什么样的方法 真的适合人类 其实也不知道 那那个东西本来就非常的困难 我们你看像我自己 我觉得每隔一段时间 我自己都会改变 就会有不同的成长 对 那何况两个人 两个人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他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他都会因为各自外在的刺激 而不同的成长 而有不同的想法 那你要如何两个人 都一直在这条线上 能够继续走 而且生活 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 而且有趣的事情 你说一夫一妻制 当然就是 我觉得至少算公平的 像我之前去穆斯林国家 我看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 我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暴怒 对对对 因为他们只让男性 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事情 对 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 当然我们有提过很多婚姻的问题 大概都有几个坎是过不去的 比方说金钱的坎 可能为了钱的关系 又或者是 外遇了 但有人就是不爱了 对对 在书你的创作当中 我觉得没有这么的 清楚的去划分 到底是不是因为钱 还是因为怎样 但有一些是不爱了 你怎么来看 这三个问题 哪一个比较严重 对我来说 我觉得对我来说 不爱了比较严重 为什么 我觉得金钱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 因为生活的条件的关系 有钱有有钱过日子的方法 没钱有没钱过日子的方法 只要大家都有个共事 愿意共同解决 当然不是那种放烂了 你知道吗 就有些人就是因为 他放很烂 他什么事都不愿意做 所以他没有钱 那是另外一种 那你说出轨 我觉得事情反而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那就是一翻两瞪眼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 我相信有些很多女性 都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 我老公也没什么不好 但然后咧 对 然后咧 就是something wrong 我觉得那个有的时候 就是不爱了 那那个不爱 就是如果两个人生活 没有爱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 什么东西支撑的 他们一起留下来 可是那个东西 对我来讲都非常的薄弱 有些人就是因为 经济上的互相支持 早年比较多 对 然后还有一些是民生上的 就是他们 尤其像日本 他们基本上不太喜欢 有离过婚的 到现在还是非常保守的 对 然后呢 好像韩国也还是 对 就是他们其实对这种形象 还是蛮保守的 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 这个形象而留下来 所以你看日本有这么多 就是那种拿完退休金以后 女性就提出分手 除了退休金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也顺便保对方男性 在公司里面 不要因为是离婚 而受到影响 那 这个都是因为形象的关系 我会以为说比较严重会是外遇 因为你的创作当中 对 有提到的 外遇的蛮多的 我觉得外遇反而是 比较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对 那我觉得不爱了 那个反而是一种 就是很难解决 那如果没有因为爱的话 我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两个独立的个体 不放彼此自由 而要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 人其实是需要独居的动物 你会这样认为 你老公知道你这样想吗 他比我还需要独居 所以还好 如果他不需要独居的话 我可能不会让他知道 对 可是因为他需要很多单独的时间 所以我就不自觉的 就也有很多单独的空间跟时间 你有问过他吗 问过他什么 你需要独居吗 不需要问 因为他的行为就是需要 他需要很多的空间 好我们现场就是范瑞君范老师了 那他的书 我们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同步看到 我们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就跟我说 结婚第一年就想离婚了 还加一 也就每个人这种感觉 其实是蛮多的 不过我们回过头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的另外一半 就像你觉得 你老公是希望独居的 但搞不好他认为说 也没有啊 就是有你在 他的独居才是安全的 是啊 其实有一些人是这样子 而且大部分的男性是这样子 大部分的男性 其实他没有真的想要独居 他是想要在 就有女性的照顾之下 然后自己可以独居 有很多自己的时间跟空间 对 他觉得是安全的 或他觉得这样是幸福的 然后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他又可以是群居 其实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啦 不要说男性啦 其实女性也是这样啦 那我们来提一提 就说结婚这件事情 真的是天时地利 人和吗 就是在对的时间 碰到了对的人就可以结婚 有时候是对的时间 碰到不对的人啊 剧情有很多也是这样演的啊 对啊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就是在对的时候碰到对的人 迟疑耶 对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我觉得真的是要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就是说 尤其因为女性 她有生产的年龄限制 就是有些人 就是因为比如说 她人生 像我的人生规划里面 是希望有小孩的 然后呢 所以这件事情 她就会变成是 就是结不结婚 要不然老实说 我对于结婚这件事情 不太感兴趣 就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两个人 好好的就好了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就是 办个婚宴 然后昭告天下 那婚宴其实 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它非常的复杂 就是说你要请谁 不请谁 然后请了谁 谁没来 干嘛的 那个东西其实都是 人际上非常复杂的一环 然后也是会很伤人际的 一件事情 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可是我就是因为 想要小孩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必须 在某个年龄的时候 你必须要 给自己一个底线 就是有没有办法 遇到一个对的人 然后也愿意跟你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 所有的结婚这种事情 真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只是每一个人结婚的 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 那个刺激点不一样 像我也知道有一对夫妻 就是为什么他跟前一个女朋友 也非常的好 可是他就是一直没有结婚 而且看起来就是不可能结婚了 然后后来就撤掉了 就无疾而终了 然后为什么后来他遇到另外一个女生 好短的时间之内 就结婚了 好那他们那个刺激点其实很有趣 是因为女方的妈妈 女方的妈妈比较传统 他就会不断的push说 对就是说 那你现在跟我女儿在一起了 那你是不是要给一个名分 那你不结婚 不往结婚走的话 那到底是往什么地方走 那女方只好传达这个想法 那男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本来一直不想结婚啊 可是长辈不断的在逼迫 所以后来还是结婚了 所以你说嘛 所以就是前任的妈妈太不够力 所以你知道的时候 每个人的结婚的那个点 其实都有各式各样 天时地利人和不同的理由 他就很奇怪 他就媒合起来 可是也许人家就这样 媒合出一段 就是一辈子的好姻缘 也是啊 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 他是不是我的此生最爱 然后两个人互许终生了 一定要是彼此最重要的 真命天子了 对不对 你要想这件事情 我都很佩服那种 就是说 是因为想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决定结婚的人 我觉得没有 对 我觉得这种人太厉害了 你怎么有办法 我连我明天想要吃什么东西 我都没有办法确认 我怎么有办法说 我一看到这个人 我就觉得是了 就是我此生的真命天子 虽然此生没有多长 我们人类的寿命 其实也不过就百年而已 可是我连这个决定 我都做不了 对啊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 是觉得说 很难 我会觉得非常的佩服他 他是天选之人 真的太难了 所以我刚才问你嘛 就是说 这种天时地利 人和 都是自己认为的 对啊 或者是别人帮你 临门一脚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好拜 就是看文气哦 对 你今天点了一个餐 会不会有雷 不知道啊 要吃了才知道啊 婚姻也都要尝过才知道吗 对 当然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用智慧啦 就是看看你愿不愿意用你的智慧 然后把你的生活过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比较自己的状态啦 因为我觉得女性很有趣 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情绪组合起来的一种生物 对 对 所以你一定要 可是那些情绪你很难丢到男性身上 因为男性不是这种组合 嗯 所以你你如果要把所有的这些情绪的感觉 要外求一个男性来给予你的话 我觉得彼此都会非常的辛苦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那呃 我的生活是想要什么样子 那怎么样可以走下去 那我觉得婚姻本来就很难啊 因为我觉得两个独立的个体 硬要被绑住一辈子 那本来就是一件 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来人世间 有些人选择要来走这一招 你就来思考一下 就是说 如何就是让两个人在婚姻里面 可以各自的 有各自的乐趣 嗯 嗯 因为从你的创作当中 也可以发现到一个点啊 也不是就是说 离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嗯 对 不是你今天 结了或离了都可以解决 问题的 嗯 虽然有些人就是 比如说因为结过了一次 然后呢 就会讲说 如果将来离了的话 他是再也不可能结婚 就绝对不可能那么傻的 再结一次婚 可是这种话都很难讲啦 我觉得大自然就是有个机制 他就是一种费洛蒙 他就是会让你 迷失掉你自己的心机 哈哈哈哈 所以 对 所以他就是 你知道 好像是耶 所以人类不会灭绝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自古以来 以前的女性更加的辛苦耶 他们没错之言 他就被嫁掉了 有一些人一辈子 哪懂什么叫做爱啊 他不但是在身体上面 他还在精神上面受虐待 多的是不得了 这种 很多这一类的例子 可是你看我们就是 现代的人 二十几岁 还是会前扑后继的 迈入爱情跟婚姻 会耶 而且我觉得费罗蒙啊 除了你自己就是啊 可能看到 就是帅的嘛 我们不是说帅的就是 人长得帅 就一身俊 人长得丑 就大肠赶俊吗 哈哈哈哈 就男帅啊 女美 我觉得还有社会的一些氛围 是的 对不对 推波助澜的 我们已经算很好了 我们是很好 对对对 像比如说 我自己去那个大陆的时候 工作 有一些女生 我就觉得 哇 他们就好不容易才 就是来到大城市 要大放异彩 嗯 哦 他们是非常传统的哦 家里其实很认真的 就是他才 他年纪是26岁 他是认真的急耶 哦 对 那我不知道是因为 我的同温层还干嘛 就很多人三几岁 也没有结婚干嘛的 然后家里也不会催 就时代 我觉得我们台湾 其实在婚姻这一块 其实是走得蛮前面的 对对对 现在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生女儿 他就跟我讲说 哎 我不急着我女儿嫁 是啊 他只要幸福就好了 对 我绝对不用不用 指望他说 赶快给我嫁人 赶快去给我生小孩 赶快去给我承担一个家庭 我真的观念也不太一样了 对 可是其他东方 不要讲东方 其实我不知道西方 这个我真的不能多讲 其实我比较了解的 就是其他一些东方国家 这方面的压力 还是非常大的 其实婚姻这个问题 很难解 跟就跟爱情的问题 不过他已经 纠葛世人千万年了 对对 还会继续纠葛下去 他无解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继续创作下去吗 希望 对我觉得慢慢去打磨角色 搞不好你可以从 你慢慢从短篇的 到中长篇的 对 这就很有趣了 好 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范瑞君 范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范作家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谢谢范瑞君 谢谢 我们很期待 就是下次有新的 这个创作 再来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 对 卡尔若